中平社北京5月16日电全国台研会副会长王一夫,昨日在宁波大学宁家系列讲座,做人做事做学问,与听众分享了他少年时期在上航古田插队到处找书读的故事。 王一夫在19岁生日的那天离开家乡厦门到革命圣地上航古田插队,在那里度过了近六年农耕生活,被迫失学的知青们深感无数可读的痛苦,他们到处找书读,争相传阅,有一天,有个好心的农夫告诉王一夫,他家里有四本砖头一般厚的书,于是王一夫满怀期待地跟着到了他家。 结果这位农夫找出来的是毛泽东选集一致四卷,这书之经典里也有,为了不维抚他的好意,王一夫虽然心里失望,但还是把书带回之经典,并一再称谢。 王一夫插队的山村里有一座小学,办的是富士教学班,不同年级的学生坐在同一块黑板下,老师只有一位,姓刘,他不但要教书,村里欢迎上头来人的标语,和春耕鸡肥的报表,也总要他来写。 有一天,刘老师到知经典来,逼着头逼着声说,他有一些书要出让,于是王一夫用很少的钱买下了包括《鲁迅全集》、《矛盾文集》、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、《刘大杰》等一流的好书,知青们一本又一本地看,一遍又一遍地读。 并且按照鲁迅全集的注释和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的提示,找到越来越多的书,正是这些书引发了王一夫学术研究的兴趣,引领他走上学术研究之路。 从那时起,他开始写鲁迅小说《人物谈》、之类读书笔记,还开始在当地查看《悲客》、记录方言、收集故事。 在古田人民公社和临近的步云人民公社插队的几个知青,自发地组成万山红文学小组,汪一夫也是其中一员。 当然,这一切都是业余活动。 汪一夫的主业是武农,汪一夫的插友陈衍德,后来是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,他的插秧师里有当年采下的脚印,如今还留在心里的句子。 万山红文学小组的作品也多同农耕生活有关,全国台研会副会长汪一夫。